嗨大家好我是于凯 上次呢我们介绍了乐视捷的D30 USB一体机 带有耳机扩大器的功能功能很多 但是一体机终究还是一体机 耳扩的功能呢算是用送的 能推但是要推的好 当然还是要上个专门的耳机扩大器咯 刚好那一次的影片下面呢有人留言说 它有一个耳机扩大器叫做P20 所以我查了一下就把它买回来了 这一台就是乐视捷的P20真空管耳机扩大器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内容物有哪些吧 包装内容物有编压器一组 说明书以及P20本体一台 而真空管呢它已经先帮你安装在机器上面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产品正面有哪些东西吧 最左边呢是大4PIN的全平衡耳机输出口 再来右边呢是我们最常用的6.3mm的非平衡式耳机输出口 再过来呢是它小小的小萤幕 那我们控制跟显示的东西呢 全部都会在这个萤幕上面显示出来 那最右边呢是它的音量旋钮 还有开关也是从这边它可以直接按下去 那它的设定呢操作都是由这个旋钮来完成的 接下来是P20的背面啦 最左边呢是它的12V电源输入 接下来呢是你看到两个最左边跟最右边 是它的平衡式输入就有两个这么大 中间呢是我们最常看到的RCA红白输入 正上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两支大大的真空管本体 以及它所开的散热孔 那么这台P20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真空管的部分啦 那这个真空管呢用的是6N3的真空管 比我之前介绍的FX Audio Turbo 01J上面用的呢 是6J1的真空管 以评价来说呢6N3的会更好 好在什么部分呢 就是高频延伸的部分会比6J1要来得好 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全平衡式的耳机扩大机 以这个价格还能做出全平衡式的耳机扩大机 实在是太划算了 虽然我还没有购买全平衡式的耳机 但是先为未来做准备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上机 以及试听看看它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 而且这一次我还准备了它的升级用的真空管 来试试看幻管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机咯 哦 哇塞你看那个真空管 真空管下面那个两个LED灯 一个是有点紫紫的感觉 然后里面还带一个红的感觉 哇塞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试听看看这个P20 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那试听之前呢 一样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试听环境 这一次呢我们所使用的耳机 是跳水王菲利普X2 HR 耳罩式耳机 那我们所使用的DAC呢 是乐视捷的D30 那这一次的耳机扩大机 就使用的是T20咯 OK 试听完了 先来说说菲利普X2 HR 这一支耳机本身的身体 这一副耳机呢 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耳机 声音是自然且开阔的 但是声音呢会很自然 也是非常自然的 从左右两侧露出来 这是开放式耳机 不可避免的 而且低音的量呢 会比封闭式耳机来得少 那么以X2 HR这一副耳机呢 它的声音呢让我来对我来讲解析度非常的高 但是声音乐器的分离度 对我来讲不太够 就会感觉很多声音是挤在一起的 又尤其解析度非常的高 导致在人声唱歌 气音的开头 以及齿音 牙齿那种声音的时候 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刺刺的感觉 因为会非常的尖锐 让你感受到不悦耳 对我来讲是不悦耳 但可能有人喜欢这样子的声音 好的 那么耳机简单的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来说说 接上这两台 声音之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 直接使用D30来当做耳机扩大机的时候呢 声音让我的感觉就是 高解析 声音非常非常的清晰 但清晰到过头了 变成让我感觉说 声音是一接一接堆出来的 不是一个连续性 那种延绵的感觉 而且声音的下浅度 跟高音的延伸性 都会感觉有所不足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讲讲P20 用上P20之后 声音的改变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 原本一接一接堆砌出来的那种声音 不见了 变成是有一种延绵性的声音在 而且在人声 本来干干的那种感觉 凌凌缴缴的那些部分 被修饰得非常的圆滑 在低音的部分呢 原本低音下浅度不够 但是用了P20之后 它的声音会有一种弹性在里面 而且下浅度会变得更多 会让你感受到说 声音的丰富性变多了 因为变得非常圆滑好听之后 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个声音变得有感情在里面 不像是直接从D30这样出来 死死板板的 虽然已经修饰的非常的圆滑了 还是无法消除掉X2 HR的尖刺的那个声音感觉 所以现在我想要来试试一个东西 就是我额外自己又在购买的真空管 美国真空管 JAN5670W的这个真空管 我们来换上去看看 来试试看说换管的感觉 以及有没有办法真的消除掉它那个尖刺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交换真空管啦 那我们先把它关机然后散热一下 因为真空管刚刚是非常烫的温度在做运作的 你现在摸上去你可能手会被烫到 那我们现在就把真空管拿起来啰 拿起来的方式就非常的简单 轻轻的摇晃它 它就会自然而然慢慢的被你抽起来 OK 哇 这个真空管好大 另外一个也是 OK 那我们来拆封我额外购买的真空管吧 哇塞 也太小颗了吧 这高度怎么差这么多啊 另外一个也拿出来 OK 好的 这个真空管有点矮哦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真空管下去之后 你很有可能就拿不起来了 因为它原本这么高嘛 突然变这么矮 好 没关系 我就插进去 那脚对脚 孔对孔 OK 所以你插这个的话就不要把它插得太里面 因为未来如果你想要做更换的时候 插得太里面你可能会 没办法把它再取出来了 那我们就再次的开机 哦 OK 换完管子之后呢 我也试听完了 虽然没办法把 X2 HR的那个尖锐的声音给消除掉 但是声音的 广阔性 比原先好得非常的多 弹性也非常非常的好 应该说美国的这个真空管 最强的地方就是 它的力道会加强 然后它的弹性 低的弹性跟深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圆滑性呢就已经没办法再改变太多了 整体来说会比原厂的管子好上非常的多 非常值得来换管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换了一副耳机啊 是的 我把AKG K701也加入战场了 声音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因为AKG K701本身就没有那种尖刺的感觉 所以加上它那个顺滑性之后 好听啊 那我也做了一些其他的比较 那我就快速的跟大家用条列式的来 告诉大家声音到底差在哪里 我有试着把i5 Zen Deck加上P20 但是加上去的结果就是 声音的音质变得非常的糟 好 因为原本本身 Zen Deck他的声音解析度就没有那么高 就是已经有一次弱化了 所以你在用P20真空管下去之后 整个音质就烂掉了 所以最好是你前面搭的是一个干净 非常干净高解析风的东西 后面用这个真空管来修饰他的圆润 圆润性 那么Zen Camp跟P20之间本身的声音的差距呢 其实Zen Camp最主要是把前面带过来的声音 用非常好的能量来把它推开来 那P20呢是把前面非常干净的声音 经过真空管转化之后 再把它推出去 所以让我感觉到说是 调味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用Zen Camp 你可能调味是在前端 如果你用P20 你的调味的地方呢 就是后面的这一台真空管耳扩 好的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乐视捷的P20呢 是一台非常低价 非常便宜的 但却又是全平衡式的真空管耳机扩大机 有非常足够的能量感 可以主动驱动这些耳罩式耳机 最有乐趣的地方呢 就是可以换真空管 这个6N3的真空管呢 各个国家都有生产 所以你可以买到不一样国家的 6N3真空管 都可以换到这一台上面来 而且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的低廉 让你可以享受到 不同真空管可以带来的声音不一样的变化 那么在DAC的选配上呢 最好呢 前端的DAC是选择高解析风 就是非常清晰的那一种 那后面呢 再由P20来做一种修饰 让声音变个圆润好听 而且具有丰富性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开箱 乐视节的P20 全平衡式真空管耳机扩大机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